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娱乐新播报。 文娱乐孙宁萌,由本山传媒、东盛七余传媒等公司联合出品的电影《先锋作浪》即将上映。 这次赵本山没有选择登陆各大院线,而是直接在优酷平台首播,看来这个作品被定义成网络大电影了。 之前小沈阳首次导演的电影《猛虫过江》,票房和反响并不是太好,片中也没有多少赵本山的徒弟。 所以这次《兴风作浪》赵本山非常重视,不仅让宋小峰和王小虎丹登主演,宋小宝和文松也有不少戏份, 最关键的是手下两大王牌美女演员关婷娜和蒋一山,在片中分别饰演女一号和女二号,单从演员阵容上,还是很吸引人的。 宋小峰这几年在喜剧舞台上见露锋芒,特别是他把范伟在乡村爱情里创作的吟诗技能,完美地转移到自己身上, 不管走到哪里,都要说上那句,此情此景,我想要吟诗一首。 这也是宋小峰的一个标志性的符号,就像月云鹏的《五环之歌》,张云雷的《相思为了谁》,小边张云雷一样,成了与观众互动,调动现场气氛的一个法宝。 电影《兴风作浪》的男二号王小虎也很有才,特别是乡村爱情里的李大国,让乡迷们气得牙根直痒痒。 作为赵本山第一次戴上春晚的徒弟,王小虎和蔡伟丽,并没有像小沈阳那样活起来,所以在辽宁民间艺术团的演员当中,并不是特别出彩。 至于宋小宝和文松就不用,多说了,宋小宝的《相亲》系列小品,让他火爆全国,后来又主演苦情戏《樱桃》,更提高了他的知名度。 而文松夺得了《欢乐喜剧人》第三季总冠军之后,自创的《少女蒙蒙玄》,逗笑无数观众,相信二人能够在影片兴风作浪,给大家带来更多欢乐。 与赵本山以往的农村题材影视剧不同,电影《兴风作浪》,完全是一部都市爱情剧,也是赵本山众弟子,初次尝试都市恋情。 为了给这个电影增,加点阳戏,赵本山让旗下两大美女关婷娜和蒋一山出演,目的也是为了防止观众跳戏,进而掩盖男演员身上的乡土气息。 作为本山传媒王牌女演员,关婷娜身上有着很强的都市女人风采,无论是马大帅里的阿威,还是乡村爱情里的杨小燕,赵本山都让关婷娜的身上,保留着现代女人的气息,这也是关婷娜身上独有的气质。 观众们都知道,关婷娜的身材特别好,她饰演的阿威,杨小燕和大广播这些角色,赵本山都让她傲人的身材得以展示,这也成了电视剧中,一个重要的西经典,被很多观众津津乐道。 特别是乡村爱情里,关婷娜与赵本山那段酒后感情戏,让人看了血脉喷张,成了剧中最重要的一个桥段。 这次在兴风作浪公布的预告片当中,关婷娜在现好身材,为了考验与老公的忠贞度,增加二人的夫妻感情,关婷娜那段穿着睡袍,在特意制造的朦胧气氛中,展示妖媚身材,结果却被老公无视。 回想一下,这段戏有些模仿当初赵本山和关婷娜,在乡村爱情的那个桥段。 当然了,很多观众不仅仅是奔着关婷那去的,另一位女主角蒋依山,也是不折不扣的大美女,这次她能不能脱离乡村爱情中那个吐气的刘英呢?让我们拭目以待。